好 我们把这一根拿起来看看吧 怎么都一样啊 我们还在土里不长根 好怪 不在土里会长根 交界的地方 这个好多根 这边也是根 还要发新叶了 这边也有长一些 可是我记得当初我是比较这个 下半部比较多的生长液 然后有覆盖泥土 怎么会这个样子 这怎么办啊 这是怎么回事 那变成种的时候一样啊 埋深一点 只能埋深一点 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情形 而且也不能剪掉 要剪掉的话会有伤口 对 再挖一个 我看挖一个看 这个就没有 有点发霉 这个你看 应该是这个就不太小 这个 这个是不是 哪一个这个粗的好了 再哪一个就好了 会不会把它拉坏 上面都是根 怎么会是这样 花绵吗 白本呢 不小心 你也不能弄掉啊 这个 这个怎么整 整颗都是根 都会根 这怎么回事啊 你看这根这么多 嗯 那这样 那怎么办 就是还是过几年把它移植算了 可能晚上就要来移植 这样 这根已经超过10公分了 你没看到根 这根超过10公分啊 好 那晚上就来移植吧 我看其他应该不用看 晚上比较凉啊 然后放一张桌子 在这边一颗一颗把它种起来 嗯 嗯 你看感觉这个 嗯 可能真的要移植 不移植不行 对 你不是说百分之百这么多 你给它噴一下雾啦 然后把它再关起来就好 噴雾啊 嗯 好 我们来把它噴雾吧 这一定很湿的 要噴 就是上面都没有水的地方 不所谓啦 反正就是 你晚上就要弄了 对 嗯 嗯 那这根 不要啦 因为发霉了就不要放进去 其他没有发霉不知道 嗯 不过应该 成功率至少应该有五成吧 我这觉得 嗯 反正都长根了就对了 对 好啦 今天就为大家开箱一下 我那个 种的那个 前叉的五花果生长清新怎么样 嗯 那就是 等到有空的时候 也许晚上 就是因为我们 就是说没有 没有很用心的去照顾啦 应该叫做完全没有照顾 对 就是长这样子 不过事实上 多多少少也没关系 因为我本身已经有好几颗了啦 对 那这也是多的 对 好啦 那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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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